中国古代的谋士能够辅助帝王成就罢业 几乎全部都是聪明绝顶的人物 但是聪明就不等于不会犯错 好似秦朝的李斯 由一个普通的官员 凭着个人才智 为秦始皇出谋献策 平定六国 更加成为秦朝的第一任丞相 可惜他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在秦始皇临终之前散改遗照 废太子立身底 最后更落得抄家灭族的下场 李斯可以说是历史上极具争议性的谋士 欢迎了李斯 作为秦朝第一任丞相 你的奋斗史都很为人遵遵乐道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没问题 我生在战国时期 那时候七国禁乱 我是楚国人 最初只是一个小官员 不过我不甘心一世就这样融融绿绿 我要全天下的人都认识我 我决定拜孙子做老师 学习帝王之术 后来我有机会去到秦国 得到当时的丞相呂不毁赏识 他将我引赠给秦王正 即是后来的秦始皇 于是我就一直平暴清云 最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听起来都很励志 那你是不是小时候 就这么想出人头地呢 那又不是 都是多得两只老鼠点醒我 老鼠? 这么有趣? 是啊 话说有一次我去茅廁方便的时候 见到有一只污污糟糟的老鼠 在那儿找食 一见我走近 就走不走 那老鼠怕人都很合理 我最初都以为是这样 谁知道过了不久 我在凉仓里面见到另一只老鼠 吃得肥肥白白 见到我走近 还完全不害怕 在游然智德地散步 我就在想 同样都是老鼠而已 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呢? 终于都被我想通了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 不要说些不说些吧 是环境 一个人有没有出息 才学只是其次 最重要是身处什么环境 就算我多聪明 在楚国都注定一事无成 于是我决定持官 去齐国拜孙子为师 因为我想学帝王之术 而我的目标 就是去秦国闯一闯 那恭喜你最尾都成功了 那你人生最遗憾的东西 又是什么呢? 当然是沙悠之变了 咳咳咳咳 赵哥 现在车队去到哪里? 回皇上 现在去到沙悠 咳咳咳 看来朕 都是赶不回咸阳的了 咳咳咳咳 全理尸 是 全城尚理尸 李大人 神理尸参见皇上 平身啊 謝皇上 皇上 你身体好些了吗? 咳咳 不会好的了 朕自己知道自己是 李氏 赵哥 你们二人 帮朕做最后一件事 咳咳咳 皇上 帮朕草耳为赵 全为太子父叔 能够 緬截 们 尽 ход 冻 君 里靠 商务 隨便 既 喜 神 俊子 大秦的光山 便交给你们 好好輔助太子 真 真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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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吧 快傳太義 李大人 扯慢 趙高 你為何攔住我 李大人 皇上已經先游 傳太義 只會驚動所有人 到時只會天下大亂 不如暫時 只叫胡亥來 畢竟他是皇上最寵愛的兒子 那快傳胡亥 我去草耳為趙先 父王 父王 你為何離我而去 胡亥殿下 人死不能復生 何況 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蛤 趙高 你說什麼 莫非殿下 金心大好皇位 就這樣給了太子 你的意思是 陛下的遺詔 只有我和李師知道 只要說服李師 到時誰做皇帝 豈不是我們一句話 那 李大人會幫我嗎 輪到他不幫嗎 傳承上李大人 參見殿下 承上快快請起 趙公公 遺詔我已經草耳好了 請公公蓋上先皇行曬 好 趙高 你為什麼撕爛遺詔 你想造反啊 李大人 假如太子父蘇登基 你成上之為保得住嗎 保不住又怎樣 我能夠做到成上 都是成蒙先帝提得起我 你給我老老實實 蓋上行曬 否則 李大人 名人 不算暗話 太子登基 成上之為一定屬於蒙田 而你 恐怕不是沒有了官衛那麼簡單 你做了成上那麼久 得罪多少人 深知肚明呢 扶蘇職位 第一個就要剷除你 抄你家 諸你狗族 你忍心自己的妻兒子女被害嗎 你…你亂說 我是不是亂說 你深知肚明呢 那我可以怎樣做 胡亥殿下 蘇來人亦過人 由你草耳遺照 全為胡亥 可保你李家 繼續富貴 還有 遺照到 寫命叫扶蘇 蒙恬自盡 斬草除根 好 我寫 陛下 我對不起你 我對不起你 為了保住的丞相位 你連改遺照都做得出 權力真的那麼厲害嗎 唉…我也很後悔 但是照高說的話 當時真是句句做我死穴 我輔助了陛下這麼久 真是得罪了天下人 你看回之前的功臣 好像商鞅 犯罪 個個都沒有好下場 我不是怕死 我只是不想妻兒受連累 沙丘之變 令你在歷史上留下千古馬鳴 同時 胡亥職位之後 成為秦二世 更加不務正業 只是掛著享樂 搞到百姓叫苦連天 而大權更加旁落在趙高 你真是千算萬算 算不到這一點了 沒錯 最後被滿門抄斬 真是可笑 可惜這個世界沒有後悔若賣 所以說做任何事 真是要三思而後行 多謝李斯幫我們上了一課 多謝李斯幫我們上了一課